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台湾这个小岛来说 水资源是非常珍贵的 这是由于台湾降雨集中 约有68%的雨量集中在每年的5到10月 加上山多平原小 水流湍急 可利用的水资源仅占总水量的18.8% 使得台湾成为全球水资源缺乏的区域之一 雨水是上天的恩赐 为了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水资源 许多政府 民间单位 纷纷开始进行雨水回收再利用的工作 所谓雨水回收再利用 便是将落在道路 建筑物等非水库集水区的雨水 透过管线 水沟 储水槽等回收系统的设计 把雨水收集到特定区域 再用来供应民生 农业或工业用水 进而减少水资源的浪费 在台湾云林的麦寮生态工业园区 是目前全球唯一从事雨水除流利用的石化厂 早在建厂初期 就以循环经济的理念为核心 将雨水回收系统考量在内 53座工厂的平均雨水除流量 从2008年也逐年提升 以达到雨水全回收的本乙锡三厂为例子 它们秉持着减量 再利用的概念 将厂区分为制成区 槽区 及公共区三个区块 分区收集雨水到对应的地下收集槽 此外工厂采用轻无分流的设计 避免有机物污染地面 同时秉持着四无二步的管理政策 确保厂区雨水回收的水值 并透过DCS随时监控雨水回收的情形 最后再将检验合格的雨水 泵入冷却水塔回收使用 使得平均每日厂内的工业用水量 由9.6%是来自于雨水 完成了雨水回收再利用的循环 虽然工业用水仅占积极兰河宴供水量的5.4% 麦寮园区还是借由雨水回收系统 将雨水储存在每个厂区的地下储槽中 在水资源流入海洋之前 就让它发挥最大的效用 大幅减少从积极兰河宴取水 也将每一滴水充分使用7.3次 降低了对浊水溪流域环境的冲击 在2016年 麦寮园区日平均雨水储流量为17148吨 如果以云林县71万人口 每人每天使用250公升的水来计算的话 这些储流量可以提供每个人使用38天 而目前麦寮园区雨水收集面积约1163公顷 占总可收集面积的71% 持续朝着扩大收集面积 与再利用水资源的目标前进 我们作为地球的一份子 需肩负起永续发展的责任 生活中的小习惯 例如使用淋浴 洗米水用来清洗碗筷等 都可以减少浪费水资源 就让我们共同爱护天然资源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